看看新闻吧 自己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而骄傲 现在连蝙蝠侠的老管家 都乐呵呵地走上了 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红毯 这足以说明 中国的电影市场 已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上海电影节也演员成了 一场国际级的电影盛会 那么在这场电影盛宴的 开幕里上 有哪些精彩的瞬间呢 现在就跟着我们的镜头 去看看吧 既然是上海国际电影节 走向红毯的明星 基本上都是以剧组来分的 而其中最升职浩大的 就要数真子丹 带领的大闹天宫剧组了 除了回家的两人大将 郭不成和周润发 整个剧组能数得上 名的大牌 齐齐亮相红毯 足足三牌 里面更不乏向张子凌 和润东 这样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明星 而带队人 郑子丹 其实当天是两度 现身红毯 一次和自己的夫人一起 一次则是陪同演员景田 他也打趣地说 自己这次其实是来做保镖的 我要保护景田 这个任务很大的 不能出错 特殊身份的那个电影 而一起陪着夫人的发个 笑容堆满了脸 就连回答问题 也是一口一个开心 发哥今天是不是感觉 你们是在红毯上 阵容最为强大的 不 应该是 开心吧 很开心 当然除了发哥和真子丹 有夫人陪同外 另一对备受关注的恋人 本次也携手 一同步入红毯 他们就是冯少峰和妮妮 而对于携手走红毯的感受 妮妮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这次两人携手走红毯的感觉 然后因为我们的形象都比较合适 因为何雄老师的眼睛很大 所以他配了大眼仔 因为我没有毛 所以我配的是毛怪 史上毛最少的毛怪 对对对 而主持人朱丹则彻底跨解成为演员 对于实力演员张寒宇和王洛丹 同台标记 而身为模特和演员的周伟彤 则升级成为导演 带着自己的首部微电影团队 征战电影节 今天是我们是跟中央电台合作 一个108的唐诗的一个微电影的合作 然后也是第一次自己想要尝试 做一个导演的身份 来导这样的一个微电影 对 从我是歌手舞台上 脱眼而出的黄岐山 虽然依旧是以歌手身份 出席电影节 不过魏电影先生 也是人生中的第一次 我虽然参加这个电影节第一次 但是我是因为唱这个电影的主题曲 所以我还是歌手的身份 在众多光鲜练利的明星当中 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位 刚刚还在和剧组一同走红毯 这会儿却坐上了轮椅 她就是安苡萱 因为我昨天就是有一个地方比较暗 然后我穿一个气形高跟鞋踩空了 所以扭到 然后也是我今天第一次 就是在机场上一路都是坐轮椅 所以我觉得很尴尬 实在不好意思 实在不好意思 其实像安苡萱这样 为了电影宣传不遗余虑的明星 还有很多 刘德华就是其中的一位 虽然只是简短的两句话 但宣传电影的中心思想却格外明显 不难看出上海电影节不仅仅是电影员的聚会 更是场宣传活动 比如刘德华希望大家不要把《盲探》和《傅春山居图》联系起来 因为每一次的演出我都不管 以前可能如果你问我其他的 我曾经试过的 我会告诉你 我好还是不好 这个我只是旁边看到导演说我好 其他人说我好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你要我打分 我真的没办法 不是因为以前的事 也希望就是 不要因为 不要因为那个《傅春山居图》影响到这个盲盘 因为那个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跟他们没关系 他们没罪的 相比《盲探》的持久宣传站 电影《小时代》的密集宣传公式 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时代》剧组已经大大小小排了无数的通告 而上海电影节上 更是以空前强大的全员阵容出席 这次是来带着自己的电影《小时代》来做宣传的 就是还挺不一样的 因为是讲女孩子姐妹情深的东西 在剧中也有精彩演出的《hold住姐》 本次也推取搞怪的装扮 显得格外的不同 不过这一张嘴 hold住的本质就藏不住了 而导演郭敬明则表示 本次是他第一次以导演身份 出席上海国际电影节 感觉也是与众不同 在本次的红台上 电影导演占了很大的比重 而把这些幕后功臣推向目前的始作俑者 便是华裔兄弟 本次华裔兄弟团队没有强大的明星光环 衣水黑西装 各个都是导演圈里的大腕 而在华裔团队中 我们也看到了顾长卫的声音 反正我们公司来的阵容比较有意思 全部是导演 因为今天刚才在这个红毯上 走的全是华裔在今年会合作拍摄的导演 各位导演 然后顾导演已经是跟华裔有一个 一个合作的开始 会未来要合作很多电影 而顾长卫也亲口表示 自己现在是有组织的人了 在未来也会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我觉得今天好像异常的热闹 带着电影的梦想来了 实现电影的梦想 在 现在还不能发布 然后我们现在有组织了 所以是华裔明天有一个H计划的发布 正如顾长卫所说 在H计划发布会现场只有所有导演 从幕后到目前 导演们是否开始发挥明星效应 我们不得而知 但华裔这次红毯之上的导演逆袭 可谓相当成功 无论如何这场汇集了世界各地 200多位明星的电影盛会 成功开启了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我们也希望在未来一周的日子里 有更多优秀的电影作品和我们见面